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這句話加上孩子天真笑容 讓不少大人覺得無形壓力好大 但過年不管發紅包還是收紅包 無非是想討個吉利 但2019年紅包行情價 你掌握了嗎 網路大數據調查 過年給爸媽和祖父母的紅包行情 年輕人剛出社會包3600差不多 口袋比較深 可以包6000或6600 如果事業有成 12000以上才能表達回饋心意 但也有人認為紅包金額不重要 過年有薪才要緊 不過對長輩來說 金錢是一部分的安全感來源 如果收得紅包越大包 心情自然跟著好 有研究統計 4478名長者 快樂老人比起不快樂的 能活得更長壽 看得很像 哇 你有眼睛都緊張張張 當然我們也不要太貪心 那確實會比較健康快樂 是因為有人來我們家 我們的兒子孫有禮拜 開心快樂 阿嬤你好 阿公你好 專家認為子女發紅包 表示新意 但重點還是過年一家人能夠團聚 紅包裡頭的鈔票數字固然實際 但對長輩當面的一句祝福 才最珍貴 新年快樂 高級發財 接下來的視頻請問 喜歡我的鈔票報道